这个系统称之为是智慧课堂的行为分析系统 那么它可以对学生的课堂的行为和课堂表情进行采集和分析 那这些课堂行为总共有六种行为 有阅读、书写、听讲、起立、举手和啪桌子这六种行为 那么这六种行为课堂上孩子到底是在书写的还是在听讲的 那么这些行为都会被采集下来 如果是在啪桌子上了 我们就会对他这个啪桌子的行为进行一个采集 这些黄色是正片的 他就是非常关注这节课 而这个孩子可能是 他的这节课可能走神了 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样 趴下去的 他被认为是负骗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的课堂专注的评定情况 那么他是通过一个装在教师前端的一个摄像头 来捕捉学生的一些微表情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个大数据一个分析 来得出学生的一些课堂行为管理 还有学生的一些表情数据 还有就是在那里还可以做一个考验 我认为这个系统可以兼顾我们 上课打课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这个系统 你就会有一种警觉的感觉 就比较警觉 就是它起到一种督促的作用 这种警觉 所以我会想起来 你怎么能却想起来